大家好,有老友问了 当兰花开花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给它浇水呢? 有些花友认为 当兰花开花之后 给它浇水的话 就会造成它提前凋谢 甚至给它控制浇水 或者不给它浇水 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 就很容易把兰花给汗死 其实兰花开花之后 要不要给它浇水 像我这些兰花都已经开花了 我都会给它浇水 为什么呢? 因为当兰花开花之后 它是需要水分才能够供制 虽然兰花开花之后 我们也要继续给它浇水 但是浇水一定要根据盆土的干湿度 给它浇,不能给它干旱 干旱的时间长了 它的根性就会出现受损 那么就导致它的花朵提前凋谢 花开花谢是一个自然现象 当兰花所在的环境温度高的话 它是容易出现缴谢 如果温度低一点 那么它的花季就会长一点 所以这个兰花开花给不给它浇水 不能一概而乱 我这盆兰花放在比较通风的环境 它开花之后 我就是这样子给它养护的 首先就是给它做好预防虫害 因为它开花之后 这个花香比较浓郁 是很容易招来一些虫子 当虫害来啃食这个花围的时候 这个伤口有一种剧毒 就会导致它出现干枯掉落 兰花一开花的时候 就给它使用一些杀虫药 也就是像这种小白药 在家庭使用非常方便 它是颗粒状的 不用吸湿水 而且又是低毒的 它的药效期为40天 使用的方法也是比较简单 直接把它撒到盆土表面就可以了 就能防止到各种虫害来 啃食花朵了 那么温度过高 就会让它进入了营养生长 它就会冒出新芽 但这些新芽就会以花苞争夺养分 就会导致它提前凋谢 所以再低温一点养护 那么花期就会长一些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